吃飯時間就了 再來看台北這間火鍋店 不是跟麻油雞 還有花雕雞做法休閣 撒麻雕鍋 點完人家在臉上 跟麻油的香味來給它燒香 參加那些雞腿肉 花雕酒還有花雕酒 做火下去煩 湯頭吃起來特別甘甜 然後我們這個是麻油跟薑 對 然後我們會先爆香 麻油先滷鍋給熱 基本上把它放下去煮香 接下來把這個雞腿肉放下去煮 把有雞皮那邊跟大鍋煎得滋滋滋滋 這當初可以噴到麻油的香氣 是這樣香 說說說說說香 雞腿肉又要沖邊煎好恰恰 放在裡面的油爆出來 老闆說你若是雞腿 這是常常在看到的麻油雞 如果這樣真的看到的太沒點了 接下來的地方就是花雕酒 花雕酒 把有凸凸香香香的麻油 來倒帶這個花雕酒的香氣 真的是配到肉肉肉 等到雞肉把這些香氣都收進去之後 就可以來放海大湯 再把花雕酒倒進去 店家就在倒邊在學院 在這裡現店現炒 又跟你安裝來吃最讚 然後因為現在雞肉是半熟 所以你當然可能再等3到5分鐘就可以了 對然後現在可以先放一點蔬菜料下去熬 常常在激烈 來開發新的吃食 他們是少年老闆 五弟含和喝醃 這個是宜蘭百年中有行的第四代 另外這個是出身在雞人做吃食的世家 家裡的人 親戚朋友也都做餐飲業 雖然我們不是本科系 但我對這個人就很有興趣 對 覺得做廚師也是一個不錯的職業 他們兩個人原本沒有食材 在幾六年前 做花在那一間聯索節術集團在做工作 他們兩個人的個性會合 就來這裡做好朋友 加上他們兩個人都很愛吃花菇 也都有創業要逢望 上次他們就做花來開花菇店 像人這樣燒景燒天 做花來打拼 喝茶喝 他很小時候就住在雞人家的餐廳邊 他對海鮮是很熟悉 他知道如何景色才有好喝 這樣讓人家去吃到最親的海鮮 我們的海鮮的部分 我們都是挑選規格比較好的 比如說這個AB龜我們就挑A龜的 對 那像這個蝦子的部分 它是藍鑽蝦 我們就挑比較深海 無受污染海域的海鮮 如果家裡在開中油店的藍鯽蝦 他把中油把湯帶進去料理裡面 參加這個大紅袍 感測、抹櫃 人心人做這些藥材 能夠出可以喝下去的麻辣湯底 因為大部分的麻辣湯頭都會比較偏辣跟偏麻 所以它的湯頭其實大部分只是蒜肉比較少在喝它 那我們就會想要研發出來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做出一個比較溫和的麻辣湯 我們既可以蒜肉也可以喝湯 他們兩個人到達去合自己的專長 在創業這條路很明顯跟走下去 做到現在他們已經有五斤粉點了 他們又打算要給它粉看 趁來完成他們人先追求的夢想 記者綜合報道 字幕提供 請